锦衣之下,翻外二十一,在恶人面前,陆毅依然是那个心狠手辣的锦衣卫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陆毅在惊吓母子身边待了很久,她另一家三口的温馨时刻,不知不觉中,到了中午,袁大娘和林大夫走进来,一个端着药,另一位端着惊吓的午餐 岳母,林大夫,有劳你们啊,陆毅感激不尽,陆毅起身,诚恳地向两位长辈表达感激之情 你这孩子,都是一家人,惊吓,那是我闺女,袁大娘摇着头,有些不太适应被人如此客气对待 我不对她好,指望谁对她好啊,陆毅,以后可别说这么见外的话 陆毅,你也回去休息吧,林大夫声音轻柔,瞥了一眼惊吓后说道,你们二人近期都要把身子养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陆毅和惊吓对视之后,面上哭笑不得,林大夫这是花中有花啊 陆毅不动声色地离开房间后,英俊的脸上宛若接了一层寒冰,离着老远,府中的下人们都能察觉到大人的怒意 陆府的密室中,陈氏母女各自被捆在木桩上,口中塞着布条 两人都是神情紧张,眼神慌乱,一看便是恐怖至极的神态 暗室内的一盏油灯,映衬的人影幽暗,暗淡的光线更增加了一抹危险气息 光狼一声响,门锁被人打开,之后是开门声 寂静的暗室里,这两道声音听起来尤为刺耳 陆毅一步一步走进来,随后陈福出现在暗室门口,宛若一颗轻松立在那里 陈夫人,陈小姐,多日未见,二位可好 陆毅走到表妹身边,微微一笑,陈福尔却顿绝有骨寒意渗透骨髓 被塞住嘴的陈氏母女宛若要为自己开脱,摇着头,示意有话说 陆毅伸手拿下陈福尔口中的布条,又亮如剑的毛子盯着他道 福尔,想活命,就说实话,到底是谁派你来嗨惊吓的 表哥,没人派我们来,是我和娘亲自己想来看看嫂子的 陈福尔眼睛望着别处说道,时时,什么嗨,嗨嗨 陆毅的手电光火石斑掐住了陈福尔的脖梗 他顿感呼吸艰难,原本一张俊俏的脸憋成了猪肝色 表哥,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嗨嗨 大人,快松手,陈福跑过来,阻止陆毅对陈福尔下杀手 我不会杀他的,陆毅松开手,阴狠地说道 假若他不说实话,我会让彼此还难受 陈姑娘,你还是跟大人说实话吧 陈福美好气地说道,难道昔日你没听说过 进了北镇福斯,想死都是一种奢望 陈福尔想到赵玉里的那些刑具,开始浑身发抖 宛若村里人摔坑一般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